移民悲歌 墨西哥当局在美墨边境 又查获了一起大规模的偷渡客 被丢包事件 发现一辆货柜卡车 被丢在高速公路旁 一打开货柜 里头满满的都是偷渡客 多达343人 其中甚至包括了103名未成年人 一个20尺标准货柜一打开 里面没载货全载人 偷渡客一个接一个走下来 几乎都是年轻男性 还有许多未成年人 最后统计超过340人 墨西哥病房警察 5号在维拉克汝斯州 一条高速公路巡逻 发现这辆丢在路边 载满偷渡客的货柜卡车 这里经常有人蛇集团 在车上藏匿非法移民 从墨西哥东南部 再到美国边境 四级偷渡 墨西哥警方说 查获当时卡车司机 跟人设集团分子 早就逃之夭夭 把这群偷渡客丢包 幸好他们有良心 货柜有开天窗通风 340多名偷渡客都没伤亡 墨西哥已经向美国通报 这起最多偷渡客的事件 至于要如何安置 这些主要来自 瓜地马拉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跟厄瓜多的偷渡客 或要遣送他们回国 美墨两国正在协商 杨俊平编译